今天这期视频依旧给大家带来一双球鞋 依旧是开箱啊 但是在这个节目就开始前我想聊一下一个话题 前段时间我不是也出了鞋穿不吵的那一期的节目 推荐了大家几双平价鞋 但是我看到最近B站某区的UP主发布的一些掐饭视频 里面的一些观点 真的是看了时候真的很气愤 真的他的那期视频应该很多人已经看过了 这期视频就明显人知道这是一期掐饭视频 就掐饭就可以啊 大家都是要掐饭人是吧 但他这个掐饭真的有把恶心到了 而且我觉得有伤害到我们时尚区的这样一些人 他的视频里的几个观点 就是无非就是说 这个假鞋质量要比真鞋好 感觉还有点就是他的视频很多弹幕很多评论就说看完我就去买普典鞋怎么怎么样 我就把普典鞋吹得很好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些鞋子它是工业流水线示范出来的 它是没有文化支撑的 而且呢这个品牌方也很蠢的 这样一期广告你觉得会有 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吗 你长久来看的话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吗 真的带坏很多小朋友啊 我觉得他的一些观点 一些人论无异于 再说就是B站的手办区 你们玩的都是这么贵的一些塑料小人是吧 这么贵的手办 有的还要限量还要吵架就很蠢这些手办又是流水线示范下来的 他们是没有文化的 你看你买我的这个手办是吧 我给你10块钱很便宜 同样都是塑料做的怎么怎么样的是吧 他完全忽视了背后的这个文化的一个东西 他就会说你这个流水线示范出来都没有文化 又好比说在数码区说 你看这个手机就是用来拍照上网打游戏是吧 你看这个苹果成本价这么低 他竟然要卖上万呢 你看我做了这个国产手机 你看只要3000成本价就要2000多了 只卖3000 你看拍照也很好 然后各方面都很好是吧 那你快买快买这些国产的买苹果很多智商税是吧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我觉得就特纯 因为他看不到背后的东西 而且他营造出来一种自己感觉什么都看得很懂的样子 把自己营造的营造的很高的一个点 然后就看你们这些小朋友真蠢 被收这张税被割韭菜 还炒鞋子 鞋子就是用来穿的是吧 他完全忽视了审美方面的这个东西 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类是这么长的历史 常常我们一直有一个追寻美的这样一个过程 当然大家为什么要学艺术 为什么要画画是吧 这都是有原因的是吧 而且他就完全把这些东西都抛弃了 虽然我球鞋没有很多 但是球鞋有没有文化 我觉得显而易见那肯定就是有的 大家对球鞋文化怎么看待 本期视频就大家可以理性的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恶心之处 他就是真的忽视了背后的设计审美 而且一些观点就真的是 幼稚子真的是只有幼稚 难以五才能形容这个东西 就对于我们搞设计的人 我就特别气 所以我开头先讲一下这一段 他作为一个又不专业的 对这个行业又不了解的 所以大家得理性的对待他出的这个视频 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讲的这个视频 我是很难认同他的观点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开箱我们的内容 首先看一下这一双我的618战利品 已经到手了 还有附送这个收纳小包包 我先放边上吧 这是我最近第二双这个阿迪的鞋子 我可能很长一半时间都不会买阿迪的成品了 这一双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阿迪的Revolet这样一个系列 Revolet我去查了一下 英文意思就是竞争的意思 它其实之前是一双实战的篮球鞋 它最大的一个设计 这一双其实就是背壳头 因为背壳头50周年 它推出来的一系列的 这样一个为了纪念背壳头的这样一个产品 有一些拖鞋 还有Stan Smith的鞋型 还有很多东西 然后那个拖鞋真的是审美不来 特别丑 这一双是我真的很喜欢 当时看完这个图片我就很想要 但是它官网的码子都没有很全 而且上的比国外的要慢一点 我极极怀疑阿迪估计就是卖剩下的 再来放国内消耗一波 大陆市场他妈的就不是人吗 是吧 这个就真的要吐槽一下 首先看外观 这一双外观就真的算是比较奇特吧 因为它是特殊的做就 它不像那种之前耐克AJ的那种手工做就 或者说物理做就 它是一个也不能讲跨学做就 它就是把整个做就的这样一个背个头的这样一个 鞋子的图案打印在这双Reveret鞋面上面 包括它的鞋底鞋底很黄很黄 它不是那种黄 它是印上去应该就表面这一层 所以说你磨掉之后 里面应该还是白色的 包括你看鞋底这里它有两根走线 其实看图片很容易被骗 感觉是两根 其实它有其中一根就是打印上去的 波拉鞋子还有一些这种纹路颗粒感 其实都是印上去的这样一个 有背个头的一个鞋头 这个背个头而且是那种做旧的 已经穿了很久的那种很黄的 氧化掉的这个背个头 这个鞋底其实也是这种氧化黄 骂我骨鞋身为 包括这个鞋身的三道杠 你们看到它其实黑色部分 跟它这个食物贴上去的这三道杠 其实是不是印在同一根上面 这就造成了蛮有趣的这样一个设计 包括它的鞋舌 鞋舌你看这个鞋舌也是整个背颗头的 这样一个造型的这样一个图案 直接印上去 上面还有鞋带这种假的鞋带 所以看图片已经到了这种仪甲乱针的地步 尤其远看的话 就真的感觉 是做旧的是怎么样的 其实到手的给我感觉其实并不是那么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会觉得它比如说这三道杠 我以为它会压胶或怎么上去的 它其实就是我估计为了图方便还怎么样 就整一双整一双都是我估计称它数码印的 印上去包括它后跟这里 能看到这种磨损破坏的 你看它终于灰灰了 其实都是印上去的 你穿扣子你绑上去的时候包裹性更强 毕竟它之前是实战的篮球节 所以说对功能性上面还是会有点要求的 但是这一双底真的很硬 但是它还有普通款它有booster的鞋型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鞋型 又不想穿这么硬 而且这一双也不一定能买到 就可以买那种普通的很便宜 真的两三百有点过分了 三四百就能买到了活动价 蛮复古的 有点像我当年我哥穿的这样一些球鞋 真的物质很匮乏的那时候 真的一双球鞋真的会穿蛮久的 所以说你现在自己想穿成这么久 真的要把它养化了 穿哪里磨损破坏了呢 其实是蛮难的 所以说现在也会出很多这种款 使你不需要穿很久也能达到这种效果 对这一双大家打几分呢 满分十分呢 大家打个分吧 我618到手价才705块 估计大家看到我这期视频的话 它已经恢复原价了 不好意思 所以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因为这种设计也真的是比较特殊 而且你出去撞鞋的几率会比较小 毕竟现在阿迪没有耐克这么火爆 然后呢有关这双鞋子大概就先看到这里了 然后呢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本频道 这期视频呢 包括前面的我的聊的一些有关球鞋文化 球鞋的这样一些看法 大家也可以在底下理性讨论 就是不要那种言语攻击 就是本频道允许有不同声音出现 但是呢就不要零声攻击 哦对了 还有它附赠的小包包给大家打开看一下了 这个算是收纳袋吧 这边可以收啊 整个用的都是杜邦纸材质 杜邦纸材质呢我确实很喜欢 因为杜邦纸它是很环保的一个材质 它是你给它燃烧完之后 它是燃烧完的成分应该是水吧 还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完全无污染的 而且长度呢离普通纸啊长很多啊 而且钵帮纸它有很多种性质 像这个呢就是质感一点的钵帮纸 还有像布杆一点的 布杆的在一些服装上面也会有使用的 这个双握袋上面印着 印着阿迪的一些型号吧 就各种型号 这又是一个印着三叶草的双握袋吧 里面它应该附着一层迪伦材质的 这样一个内层 而且它是有厚度的 里面是有那个一层海绵的 然后这边有个小提袋 是吧 有点像这种腰包的 像这个洗漱包的这个造型 我的一个消费观点就一直都是 就大家就理性消费啊 就是很多像这种东西 并不是说你穿很贵的东西 你就能很潮是吧 除了这个潮不潮还是 但是并不是说你外在的你真的了解到几个潮牌 国外的小品牌 然后往身上一套你就潮了是吧 你穿几个球鞋穿几双AV你就潮了 我觉得潮流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生活态度是吧 就是一种态度 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潮流 这个审美真的是 并不是说你想学就能学会的 而且它是一个常年累月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对待这些东西 我本人是不 我一口气说太多话了 我本人是不抵制这些鞋子的 因为这些设计好的设计精美的 纵使它是工业生产又如何 难道大家现在都是要手工去做鞋子吗 是吧 好的美的大家都会去追求 就是说大家正确的消费观 抵制炒鞋这种行为 什么是炒鞋这种行为 大家可能会有理解 会有出现偏差 我觉得炒鞋这个行为就是那些 把炒鞋当成像炒股一样去炒的 就是囤很多鞋 你自己又不懂的又怎么样的 或者说以为自己懂就囤很多鞋去炒 就是想破例很多的那种行为 像我们普通玩家 我觉得你买的鞋子 他哪天不喜欢了再去转卖料 赚个几百块钱 或者说你囤个几双 你看好就几双 我觉得这样子兴趣一下 也无可厚非 这种行为我觉得在我看来算不上炒鞋 是不是 毕竟你手里东西多了 我觉得你出一下 大家交换一下也无所谓的 所以说我们抵制就是那种恶心的炒鞋行为 到最后就是说我们买不到自己喜欢的鞋子 都要加加去那些贩子手里买 所以说我看了那个 我为什么说这么多所以说呢 就是我看了那期视频 我真的觉得我有必要出来说一下 我觉得蛮愤怒的 因为他的真的很多观点 就是对这些背后像我们这些设计师 这些就是审美的这样一个否定 导致了我们一些审美水平的一些东西都还没有提升上去 包括他这么美化莆田鞋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 但我觉得以长期的中国的球鞋市场来看 我觉得是蛮不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中国出名的品牌也就那么几个呢 而且超齐还这么严重 这就是他妈的莆田鞋给惯的是不是 莆田鞋大家都是做仿鞋做仿货去了 因为来钱快嘛 没有人能沉得下心来去做设计去研发技术 是不是 你看唯一唯一几个搞了几个技术的还请中 中我所谓的 来插这个烂钱是吧 我就觉得特恶心 特恶心 所以说 我就说一说了 那我就不说 不说 所以说了 那大家就是懂得自然懂 懂得自然懂 我们就下期视频